我觉得这趟的三条立法的完成正是一国两次的成熟 因为2003年的时候我们尝试立法没有成功 当时也是一国两次实施了几年的时间 大家对他的掌握还是没这么成熟没这么透切 你借他就可以看到香港怎么样容易国家的治理 2024年4月15日是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生效后的首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 近日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首任司长梁爱施在接受中心设计者专访时表示 此次23条立法顺利通过彰显了香港游至极星新阶段爱国者治港新气象 梁爱施将2014年非法占中和2019年修立风波等视为香港特区成长过程中的阵痛 而这次23条顺利立法正是因为社会对一国两制和国家安全的认识已大幅加深 并且市民都不愿再看到2019年的事情重演 2019年发生了事情 只是这个也是一直去的成长的过程 我们也碰到很多其他的问题 好像2014年的战中 2016年的战况 所以这次23条立法能够这么顺利的推行 一个是我们现在的竞权有了安全 这个也是因为大家对国家安全的认识是加薪了很多 所以这趟能够成功地完成 是体现一国两制的成熟 也是体现了大家对国家安全的看法有了新的认识 梁爱施指出 自2020年香港国安法实施以来 针对的只是犯了法的人而非异见分子 这是可以从案件审判看得很清楚的事实 此外 香港中审法院汇聚11位来自不同国家有名望的法官 他们参与中审法院的审判 说明对香港法治有信心 以往这三年来国家安全法的那个实施 都看得很清楚 我们这个不是针对异见分子 主要是他们真的犯了法 你看所有的审判就很清楚了 我们是有一个中审法院的 中审法院现在是一个外国的法官 他们是参与中审法院的审判 也有新的法官加进来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他们对我们的信心 虽已离开官场多年 梁爱施仍致力于国安教育 常常受邀为各行各业做培训 他认为香港市民需要经历思想转变 背后国安教育的作用至关重要 我是那个历经教育中心的一个理事 我们也组织这些那个培训班 比方老师他们一直的时候要上课 公务员受局也有些时候是让我们去上课 因为香港公务员就十六万 你那个多小时间才能把他们都培训起来 国安教育其实都是国民教育 公民教育 法治教育 不单是为了建国香港国安法 或者是23条 最重要的还是 市民要应识对国家民族的应同 如果是你不了解国家 不了解他的制度的话 你怎么会能够有那个应同感 怎么样 所以那应该是经过那个思想的转变 所以这个是国情教育 国安教育是很重要 国教育 监察 监察